却像言语的爱上 大家好,我是林彦老师,今天我们上第二十九课。 今天是几号呢?我总是这么问,十八号。 周日,周日就是星期日,周日为什么还录课呢? 啊,学习是快乐的周末,所以星期日,周日,我们依然在学习,对不对? 好的,今天我们要学的主题是,网购。 网购,什么是网购呢? 哦,很时髦吗?不是,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还有一个很时尚的,但是在中国已经很普及的是什么? 手机之父,手机就是我们打电话用的移动电话。 那,这个叫手机,比如有…… 苹果的手机 这个得,我们常常的会用,在英语和德语里有时候它都是一个S,就是得。 苹果的手机,还有呢? 三星的,三星的,诺基亚的。 那,那么中国的手机是什么? 哦,也许你已经知道了。 华为,华为手机,还有什么? 小米,小米手机。 阿为的拼音怎么写呢? 和乌阿华,乌阿华,乌阿华,可不是这样拼的。 汉字它只有两个拼音,不能拼成呼阿为, 呼阿为不可以的。 因为这是不了解汉语的发音。 因为它只有两个汉字,就只能发成两个音节。 和乌阿华,乌阿为,华为。 明白吗? 如果你的所在的国家,发音出现了三个音节, 那么它就是凑的。 好,还有小米的手机。 这些手机,全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 就是你买了东西以后,拿手机,扫一下二维码, 那么滴滴,你就已经支付了。 林彦老师因为在德国时间比较长,还没有使用过手机支付。 而回到故乡,我的很小的侄子,就会用手机支付。 给林彦老师买一个冰淇淋,非常可爱,对吗? 这就是在中国普遍使用的手机支付。 如果你要用这个手机支付,你需要安装一个APP。 中国在用这个英语字母的时候, 英语字母的缩写的时候,同样也发字母的音。 用一个APP,可以使用手机支付。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在中国,如果你在网络和手机上参与一些活动, 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APP。 也许还有一个读书的APP。 读书的APP,一加入到这个小的群体里之后, 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讨论读什么书,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乐观的一个群体。 老师举例,这样的APP也是有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做饭的。 做饭,就是我们每天要吃饭, 早晨中午晚上,中午有可能可以在公司或者学校, 那么早晨你就要自己做或者去买。 当然,在中国呢,餐饮业非常发达,你可以不用自己做饭。 那么,如果你想自己烤一个蛋糕,那么你下载一个APP, 然后照着这里的教学内容,学习做饭。 学习做你喜欢吃的饭,对吧? 有很多很多的APP,可以学习,也可以实现手机支付。 手机支付呢,它里头是有一个比较小的手机银行。 有了这个,然后才是可以逐步实现手机支付的。 好,那么手机可以支付,那么网络上,可不可以买东西呢? 当然可以,现在网购非常的发达。 最最大的网购公司叫什么? Amazon,我不知道我的汉语写的对不对,试一试看啊。 Amazon,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汉语字。 但是这是最大的美国的公司,是网购的公司。 尤其是这一次,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困在家里。 时间一下子多出来,很多人希望可以装修自己的房子。 从Amazon,网购买来材料自己装修。 或者是买来很多的食物,或者是买来很多学习的书。 为什么老师总是总是总是提这个字呢? 因为你是在学习,你是一名学生。 那么你用到最多最多的,让你能够收获很多的东西。 就是书。 就是书。 所以网购可以买到很多的书。 二手书。 有的二手书,几乎和新的一模一样。 也许买去的人,他就没有机会看它。 又重新回到了网络上,然后你可以从这里买到二手书。 还有什么二手的? 哇,汽车不可以在网络上买。 手机,刚才的手机,二手的手机,电脑。 那么在有一档节目里,甚至他们可以买飞机。 不是在中国啊,老师就不在这里写了。 写一下吧,你看一看飞机两个字。 飞机,汽车,都可以在网络上,internet上。 买到飞机,汽车,电脑,手机。 哇,你想一想,这个二手,你明白吗? 就是旧的。 旧的,旧的就是已经用了。 已经有人买了,回家里打开包装,用了。 它对应的字是新的。 新的,新的就是你在商场里,还没有打开过包装的。 展新的就是新的。 二手就是旧的,旧的。 我们加一个的,它就是一个词了。 新的,加一个的,它就是一个词了。 。明白吧? 如果,你去中国,你说,我有一个新的同学。 这个同学就是之前,从来不认识的。 而这个旧的,不能说同学,旧的书,要说老同学。 老的,旧的,老旧的,就是已经认识的,和已经拆过包装的书,手机,电脑,飞机。 也许你买了一个飞机呢?也许你买了一个汽车呢? 这个都是在网络上买东西。 在网络上买东西。 明白吧?这是在中国,你去工作,你去学习,都会遇到的一个购物环境。 在网络上买东西。 然后,用手机支付。 现金呢?钱呢? 几乎看不见了,钱,现金看不见了。 用手机就可以支付。 然后,在网络上购物,在网络上就可以支付。 这里也相当于有一个银行,也相当于有一个小的银行,在网络上。 然后,这是现代生活,必须和网络和通讯手机结合的一个生活。 当然,林烟老师希望最多的是,你下载一个APP来读书。 对吧?而不是,想买就买吧,买一个飞机,买一个汽车。 对吧?哪怕你买二手书。 旧的,老的,老的,都可以。 好,今天的课我们讲了。 网购。 在网购。 当然,买一个房子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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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机支付。 好,这两个重要的活动,你一旦到了中国,你就会经常的使用, 而很少的地方使用现金。 好,很少的地方使用现金,我们可以用手机支付几乎百分之百的所有的购物, 哪怕你买了一只冰淇淋,都可以。 网购,在网上几乎可以买到任何的东西。 林彦老师说,你想买一个飞机,买一个汽车都可以。 开玩笑,应该是正常的买手机,买电脑,买书。 对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上了第29课的内容, 网购和手机支付。 网购和手机支付。 下一节课呢,我们就要开始学拼音了。 有兴趣学拼音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啊,下节课我们开始学拼音。 好,如果您对林彦老师的首课感到满意, 一定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角,给林彦老师一个订阅。 林彦老师会很开心的。 好的,林彦老师也会附上文字版的PPT和作业,作业,作业。 林彦老师希望你认真地完成作业,然后听一听, 林彦老师朗读的一段优美的散文。 好的,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下节课是拼音,记住啦。 好,再见,谢谢。 祝你 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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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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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